好 那臺灣碰到的921大地震 其實是我有生遇過的最大的地震 那教程可以來回顧一下 921大地震當時的這個狀況嗎 對 那時候1999年的時候 9月11號上午1點47分 那個時候就有一個地震 我那時候人在臺北 我還在躺在床鋪上 還抱了兩隻貓 因為1點47分嘛 一定是躺在床上 其實我已經睡翻了 就我那時候感覺起來 就開始這樣咬我 然後整個是彈起來 我是離我的那個床墊 是整個彈起來 然後我兩隻貓 我就看到那晚上黑黑的 就刷刷刷刷 好像那個忍者一樣 這樣跑來跑去 那沒多久的話 我就接到那個報社的電話 就跟我講說 那個好像有災情 我馬上就穿好衣服 就把我的筆電背了 因為我那時候住在9樓 我就看著摸了黑 因為整個都斷電掉了這樣 然後我就摸到1樓去的時候 我沒多久那個電話就來了 告訴我說叫我去那個 就虎林街的東新大樓 我去的時候 其實相望隊 我只比相望隊晚五分鐘 因為我那時候連闖了 大概七個紅燈 邀過去的這樣 去的時候沒多久 就看到那個相望人員 我看到那個建築物 是一個真的讓我看到 就是嚇到為什麼 它是個八層樓建築物 我們如果面對正面的話 左邊它是這樣子傾斜的 我那時候以為是 是地殼下 就地層下陷 下面是重到裡面去的 就層下去了這樣 我就想說 怎麼會有房子 怎麼會層層這個樣子 一個T字型這樣 後來的時候沒多久 他覺得不太對 為什麼 因為這邊八樓都是完整的 就這一邊的下去的時候 它是像千層派一樣 它整個碎掉 結構碎它就這樣疊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層層很密的這樣 然後後面這樣就比較開了這樣 人大概會被壓成路 所以那邊的全部都擬爛了 那一區的那個找出來的話 都擬爛了這樣 一下去沒多久之後 然後我就想說 那這個要怎麼救 就看蕭文人救 他們這真的很厲害 他們就從那個什麼 裡面有一個那個 就是浴室的一個小窗戶 就鑽進去 開始就裡面鑽進去 沒多久之後 就看到開始就裡面 就慢慢這些蕭文人 就跑出來 就說裡面濕火 就裡面那個瓦斯管 爆裂掉之後 然後就開始濕火 一濕火之後 全部全部都鑽出來 所以那時候找到了一個 最後一個 就是孫氏兄弟之後 最後一個出來的 一個楊小姐 她在三重開 她是中醫師 我那時候訪問到她 就問了大概裡面的狀況 後來之後的話 就開始就 就開始救援 開始挖這樣 那我們就整個 各媒體的話 都派了很多的計程 在附近 在看有沒有一個生還者 那很不幸的話 到了那個 第六天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大家都研判說應該 因為前面第五天 找出來大概 有八具遺體的話 全部都其實都已經 都已經罵難了 那他們的共同特徵是什麼 因為裡面曾經濕火過 所以你看到人中這個地方 都是黑色的煙 燻的 就嗆死 嗆死 所以一繼續搬出來的時候 那個八具幾乎都那個樣子 所以那時候那個 就在指揮中就想說 應該沒有人可以那個了 所以就 就捷地說要做 深度開挖 就找那個怪手 就直接把那個整個破壞掉 然後慢慢就把它挖出來 等於就是說 裡面就已經放棄了就對了 就沒想到那一天的時候 有沒有 居然發現到有沒有 孫氏兄弟 早上十一點十五分的時候 就看到那孫氏兄弟在一個 下面是個銀行 他後來外牆有破了一個洞 就看一隻手就這個樣子 本來那時候那個怪手 手還在動 怪手司機本來是要挖下去 就看到一隻手就這樣這樣動 後來之後就救出來 我帶了一下當年的一些 那個怪手司機要是挖下去 人大概就死了 因為那個時候 這就是說強力破壞 深度開挖 當時下令是這個樣子 我們這個是那個什麼七號 就是說他隔天的時候 這孫氏兄弟 然後是被救出來 的一個這樣子的 幾天後被救出來 那個第六天被救出來 這是第七天的 他們有水可以喝嗎 那個時候他們會獲救的原因的話 主要是因為那個時候他媽媽在 因為後來他媽媽去 參加一個宗教活動 就留了兩兄弟在家裡面 就地震發生的時候 結果他那個什麼那個 他媽媽有阻入一鍋水 所以他就靠那鍋水 之後後來的時候 因為有那個 就是國外來的一些所謂的 那個救災專家 他們就講說 最好建議有沒有 就在那個所謂的那個 我們這個 這個倒塌房子上面 灑水 灑水有兩個目的心 第一個是讓那個灰塵 不要再揚起 第二個的話就是 萬一要是裡面 還有生還者的話 那個水可以滲下去 他們可以接到水來喝 對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會獲救的 所以主要的一個因素的話 是水這樣 所以他們是 上面灑 喝上面灑下來的水嗎 還是他媽媽煮的那一鍋水 都有 都有 因為水是最重要 所以他們那 那困了好多天 基本上沒什麼 吃什麼東西 就靠到水 那有食物嗎 他們 也沒什麼食物 對 那 我覺得跟他年輕有關係 當然是這樣的 如果是我這個年紀 大家可能就掛了 看到我就躺在那裡 這樣子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再看了說 其實有沒有 在整個一個過程中的時候 其實還有發生了一個非常 就是滿詭異的一個事情 這樣子 就你看一下 這下面有個標題 有沒有 怪手 突然間故障 我那時候找到這個 賴先生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被 他們是早上十一點 十一點多的時候 被救出來 下午的時候 我就去找那個怪手司機 他那個司機的話 我有問他 問完之後 我才很驚訝 因為他說 因為他已經接到命令 就 指揮中心剛剛講說 就是你隔天的時候 你就要強力的 強力的破壞 整個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然後就是 把那個遺體挖出來為主 所以那個時候命令 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前一天的時候 就去維修怪手 他發現那些油管 所以好像有點問題 他就把他換個新的油管 他在新油管 所以當他開始往 駕駛怪手 要往那個孫子兄弟 那個孫子兄弟 當時兩個人就都躲在後面 躲在後面 所以他那時候要破壞這個牆 破壞那個牆的話 那個牆就會這樣子 倒下去的時候 那個兄弟兩個人 就會被壓死 所以他那個時候 就準備 怪手拉起來 要往下敲下去的時候 結果油管斷裂 新的油管居然就斷掉了 他當這個怪手駕駛 已經九年 他說第一次碰到這種情況 超級懸 他就是因為斷了之後 他覺得 怎麼奇怪 怎麼突然 機械手臂下不去 然後他開始在看的時候 就看到 就我剛剛前面講的 在那個牆壁那邊 有個小縫隙 就有一隻手 就是哥哥生起光 他在那邊這樣揮 因為他們在牆壁後面 他們也是聽到聲音 結果說外面有轟轟的聲音 所以才會講 把手拿去這樣子 這樣比一下 就是這樣子獲救 六天後 還有看到生命活著 真的是很高興 所以那個是 整個一個東興大樓 後來的時候 他們一個就是 最後的兩個生還者 後來慢慢慢慢開始 開挖的時候 挖到什麼時候 挖到大概是十月一號 等於是第十二天 九二一嘛 十一 十月一號 對 我還可以看一下 我那時候在寫的 那時候的場面是這個樣 那扮其夫法會 對 就是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那時候的台北市長 那個就是馬英九 還有包括那個副市長歐靖德 他說率領所有的 包括國軍 還有包括警銷人員 全部就在那邊列隊的 然後對著這個 所謂的那個開挖空 這下面已經有個大洞 所以看到下面是個大洞 是 就是把它整個清空了之後 他們為罵難者 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致敬 而且那時候在旁邊 所有的一些 那個所謂的那個 消防車隊 還包括那個什麼救護車 全部都是鳴笛十秒 是 來做一個所謂的致敬 然後那個時候 完了之後的話 我就被調去 因為這個已經結束了 我就被調去南投 然後就去南投 大概差不多待了快 快一個月吧 這樣 我記得那一天 1點47分 其實全家都睡了 我們家全家都睡了 小孩子還小 讀小學 然後呢 因為很害怕 那搖塞太大力了 搖了102秒 很少地震有這麼久 就覺得說趕快跑 既然那麼久趕快跑 因為這個一定傷亡殘重 那趕快要車子一開 開出來在空曠的地方 避免說造成什麼災情 然後收音機趕趕快打開 全台灣當時的訊息 非常的混亂 因為不曉得地震到底有多大 說什麼總統 那時候總統李登輝 然後就開始指示救災 有多嚴重啊 很多地方都停電了這樣 我就想我是記者 我隔天一大早 就要開始跑新聞了 這樣 那結果最後才知道說 2417個人最後是罹難的 有29個人失蹤 那麼有一萬多人受傷 然後房屋半島的 有53768棟 房屋全島的 有51711棟 那真的是太悲慘了 太慘了這樣 那當時這個昆祝兄 聽說你也是在台中 在台中 也是 震得非常大 感受很強烈 就是像剛剛說的 你根本沒有辦法做任何的應變 只能被甩而已 可是如果平常你有練習過 其實會有反射性動作要互助頭 可是那時候完全沒辦法 真的是上下甩 一分多鐘 快兩分鐘 中部感受最親 對 聽說後來你就當志工了 好 那歷經了921大地震 我覺得台灣有很多的改變 比方說建築法規 就有很多的加強 所以我昨天訪問一位建商工會的理事長 他就說其實台灣現在的建築 如果在921之後的建築 其實那個防震現在都做得很好 除非說你剛好住在一個地層 是很鬆軟的地方 不然基本上大概就不太怕了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